Hello 大家好,今次就想說一下香港的Youtuber 在說之前就先說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大概由6年前或者更早的時間 就在看這個Youtube 就是在看香港的一些Youtuber的影片 而上載影片就由4年前或者5年前開始 大概都看著香港的Youtube的一個新態 或者是其他Youtuber的一些影片 這次就想說一下 其實有些Youtuber真的在用現在香港政府的一句話 真的很在貫徹這個信念 就是人無恥變無敵 好,在開始之前就...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大約在3個月之前我還是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覺得人無恥變無敵 還是覺得人家可能有一個... 就是有觀眾真的想看這些影片內容 這些影片主題 或者是真的很多人想看 影片夠爆點 還有就是... 人家都是賺錢 都是賺錢的 但是過了3個月之後 就是這3個月了 我就覺得完全不認同 完全不認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一個香港Youtuber... 就是不要說香港 就是這樣說一個Youtuber 是你的影片很大機會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想法價值觀等等 各方面可能... 他看完那一條影片 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些轉變 一些變化 所以你問我現在的話 我是絕對... 絕對不會... 去... 忍受... 可能... 就是不會忍受到... 他們是拍一些... 可能... 是一些錯的... 一些... 道德觀念的一些影片 這裡不特別開名說了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影片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我講誰 在大約大半年前左右 大半年前左右 就有兩個Youtuber合作 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叫做女友... 女朋友... 老婆... 以及性伴侶 他們當作是一個遊戲這樣玩 那怎樣玩呢? 就是... 雙方會給3個角色的名字 給對方 然後對方就要在他心目中選出 哪一位是女朋友 哪一位是老婆 哪一位是性伴侶 那些女性就可能是不同的職業 有些可能是Youtuber 有些可能是明星等等各方面 我自己都是看回他的Backup 片 因為那條影片 原影片已經被他刪除了 韋絲滅積了 他的做法我都可以理解 就是洗底 老實說都是洗底 你不是洗底怎會刪除它 那我看完這條影片的一些感受 一些感想 一些看法 就是覺得這兩人是非常無品價 其中一個本身已經是臭底 另一個還貼在他身上更加臭 那我... 說回我對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他們是很... 很無道德 即是沒有尊重其他女性 沒有尊重其他女性 以及他們的用詞很有問題 即是... 可能人家漂亮的人就覺得 很棒,做食物女等等等等 如果樣子很壞的話 立即恥笑到 踩到地底來 那我就會覺得這兩人是很... 很不成熟 很無賴 而且就是很無恥 即是... 完全是沒有尊重其他人 完全沒有尊重其他人 即是他們會覺得 哦,好玩這遊戲而已 Just for fun 有什麼問題 就會覺得是這樣的看法 即是好像... 嗯... 之前的封面藍 都是同一個類型 只不過他們沒有這麼大膽 如果他們... 即是... 得罪說句 如果這段影片能夠... 即是其他大眾覺得我能夠接受到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他們會做封面藍 他們會漸漸進化成為封面藍 真的 嗯... 在有... 即是... 在那一條圓影片的時候 在那一條圓影片的時候 就有人留言就是說 他有沒有問過其他的Youtuber 或者是其他人 有沒有同意過... 你放上來說 是女朋友、女朋友、老婆 還是性伴侶等等 那他自己聲稱留意就是說 全部相片都問過了 那我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沒有可能逐個逐個問完 第二就是... 其實他那個List裡面是有一些明星 有一些明星在裡面 那你有沒有可能問到明星呢? 是沒什麼可能的 所以他這個說法也是受到懷疑 他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 大概的事件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覺得他們兩個... 嗯... 很無賴的 非常無賴無恥 可以引用到一句就是人無恥便無敵 他們覺得這些影片可能有人看 可能有人Buy 所以就拍出來 但是可惜的就是沒有人Buy 以及覺得他們是侮辱女性 不尊重女性 那麼... 迫於無奈之下 就為了洗底而刪除這條影片 然後這條影片就沒有出過 幸好有人Buy了 我看回他自己IG上有道歉聲明 但是我覺得... 你道歉聲明是如果你不出鏡是廢的 真心廢的 說到好像... 現在這樣 我真的很誠懇、真誠地道歉之歉 但是怎樣? 你連樣子都不出 那你道歉來幹什麼? 你不如收回吧 對不對? 大概這件事就是這樣 好了 大概過了5至6個月 他又出多一宗出來 那一宗都是令人很反感的 那條影片 但是我就不特別說了 我只是以這個事件 都看得出 其實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他覺得這些影片 是很有爆點 很適合來做一些影片 或者影片內容 他就... 沒有想過其實這些影片 是不是真的適合到 是不是會有人想看 或者怎樣 他就很明顯沒有心思熟慮想到這個問題 就很隨便拍出來 你可能看到他剪接好像很厲害 但是他很明顯沒有想到 這個標題 這個影片的內容 是不是應該...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YouTube上面上傳呢 很明顯沒有的 然後再看他道歉那一篇 道歉那一篇呢 那他就... 他只是在IG上貼的話 其實我已經不想看了 就是一個人要道歉的話 就是你不如... 不出樣子 你不如不要道吧 你不如...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如果一個下屬做錯一些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那下屬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 在WhatsApp上發聲 你覺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 究竟他是不是真心真意去道歉呢 我覺得不是 是... 其實我以前受不了的 因為你照顧了 我覺得你們不如有的 也被對 你不如,你也沒想到 也不如,你呢 你shield Rhô 我想不到